1998年31岁的焦恩俊 被迫与西门大妈拍了亲密戏 一旁的刘德凯庆幸 幸好我已经拍完水桶细水了 焦恩俊在年轻的时候 就凭借小李飞刀 火遍了大江南北 之后焦恩俊应邀参严 西门无狠 凭借着焦恩俊的名气 这部剧在播出之前 就有无数的观众 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但在剧播之后 心疼焦恩俊 成了所有观众的心声 据说焦恩俊在拍摄期间 曾为了逃避拍摄 从剧组偷偷跑过 但却依旧不敌工作人员 被押回了剧组继续拍摄 而将军如此抗拒的原因 就在于女主杨军军 杨军军是个实打实的富二代 他非常喜欢武侠剧 甚至不惜追到了古龙家里 但是在见到古龙之后 杨军军却大失所望 因为古龙并不是书里的帅哥 而是一个胖大叔 失望过后 杨军军还是为了自己的武侠梦 出演了古龙的折剑传奇 之后 体会到拍戏乐趣的杨军军 开始了影视方面的投资 为了拿下古龙的剧本 杨军军不惜花费剧资 买下200平阿克苏向古龙交换 拿下剧本之后 杨军军就把蓝主演 锁定到了马景涛与何家景身上 因为杨军军舍得出钱 马景涛很痛快地签约了 但在得知女主使谁后 马景涛不惜支付巨额违约金 也要退出拍摄 而慢了一步的何家景 拍得胸徒大感庆幸 杨军军见眼人这个反应 又翻了几倍 之后他找到了杨军与刘德凯 杨军一进剧组就后悔了 但是有家要养的他 却因付不起为约金 只能硬着头皮亲了下去 拍完之后 杨军连庆功宴都没参加 就连夜收拾东西跑了